要说这明星之间的关系还真是复杂多变 也许这一会儿是真情实感的跟你交朋友 等一会儿就又变成了竞争对手 有些表面上没有交集 那人也许私底下关系很好 而有些表面上关系很好的人 也许私底下根本不说话 你压根猜 不知道到底这些关系 什么时候是真什么时候是假 因为他们只会让你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 所以我们无法辨别这些人的私交到底如何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同一地位的人会比较有话说 因为大佬不会想和那些新人玩 他们只会在符合自己地位的范围里交友 因为这样的人才能和自己有共同的话题 而且还有共同的利益 就比如说王妃和刘嘉玲两人 就是一对多年的好友 两人不仅同样个性独立 而且都是通过自己的拼搏获取到现在的一切的 所以他们的友谊也比较牢固 可以长久地维持下去 说起王妃我想就不用多介绍些什么了吧 毕竟他那么有名 哪怕现在已经那么频繁的出席活动了 可还是有那么多人记得他 认为他是无法代替的 他的存在感极为强烈 不会被时间所改变 所有人都会记得他的 而刘嘉玲则情况好一点 没有完全的失去消息 只不过他虽然不至于完全隐退 却也很少再出席活动了 只是偶尔有一些他的消息 看来也是无心再拼搏打斗了 虽然说当年这两人的关系很是不错 只不过资源上的竞争 肯定是避免不落的 所以再几乎也退 以后两人的关系 反而更加好上不少 毕竟他们个性上还是比较相近的 比较讲得到一块举 只要没有了那些阻碍 就很可能成为好友 那么既然两个人是这么好的朋友 刘嘉玲肯定是要维护朋友的男友的 所以对于是好友男友的前妻 肯定是不太友好的 比如说有一次 大概是节目组想要搞出一些爆点 所以同时请了刘嘉玲和张博之外 两个人的关系比较微妙 毕竟相处的立场不一样 所以他与张在台上的交锋也很精彩 虽然爱与表面不得不维持温和的样子 其实两个人都话中有话互相比较 然后逐渐的他们的话题也越来越深入 不知怎么的就聊到了自己的私事 他们还一起玩了一个游戏 那就是分别说出一个 别人没有的或者是对方没有的东西 这可以说是明面上的比较了吧 于是刘嘉玲率先说道 自己和两个大佬打过麻将 要知道那两位大佬的地位无人能及 能和他们在一起玩 确实说明身份很不简单 更何况这两位大佬 李一个曾经和张博之要好 另一个成为了他前夫的现任 所以这句话无疑是在说他的伤疤让他难堪 而且之后刘嘉玲更是骄傲的说他的丈夫还是个影帝 拿了很多有分量的奖 这更是让张男受急了 因为他一直没有再找别人 独自生活到了现在 不过张博之也不是就等着被攻击的 他也抓住了对方的痛处 开心的说 自己有两个儿子 就这一句话就让刘嘉玲哑口无言 因为早年他和丈夫不想要孩子 等后来想要的年纪又大了 所以这句话无疑是说到了刘嘉玲的伤心处 这两人互相攻击对方的短处 一点也没有留下情面 看来这些人之间的友谊 确实是真假男变啊 这些人之间的友谊